好 請看這邊 我們介紹的東西很重要 就是 有個T型啊 ABCD裡面啊 然後呢 A书跟BC平行 然後呢 EF是中線 所以來畫起來 這兩個會相等 然後呢 這兩個會相等 然後他說請證明 EF會平行 A书跟BC 好 這這樣子我們介紹 中線性質 但是我先要你學一個東西 叫做 想要去的叫 平行線 解體力線段 好 我要先補充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來 你先把它畫起來 我先畫一塊 畫三條線給你好了 好 我們假設一下 有三條平行線喔 假設這個平行線是平行的 然後呢 其中有兩條結線 我畫給你 譬如說這邊畫一條 這邊畫了另外一條 我畫誇張一點的好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喔 我們假設有三條平行線 L1 L2 L3是平行的 不好意思 好 然後呢 這裡有兩條結線 好 重點來了 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如果這兩個比例啊 是A比B的話 這兩個線比例呢 也會是A比B 什麼意思 注意我講的是A比B喔 不是說他是A他是B喔 也就是說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如果這裡是3 這裡是2 那起物理 如果這邊是6 他應該多少 他就應該是4 因為比例都會相同 就知道平行線會解比例線段 這樣懂嗎 就是他就成比例或什麼 因為你就想嘛 既然平行的話 你認為這個寬度 跟這個寬度會不會一樣 會啊 所以不管你大概多寬 比例還是會相同 聽懂嗎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畫誇張一點的 如果現在畫另外一條 超級誇張的 呃 我用K色的好了 我都畫這邊哪也好了 畫過這邊 好 那請問你 這一段比較這一段 也會幾比幾 也會是A比B 也是說如果是像這樣講3比2的話 如果這裡是9 那他應該多少 他就是6 所以不管你多麼寬 或多麼的正 比例都會相同 這叫做平行線解比例線段 聽懂嗎 就是 只要是平行線的話 他就會成比例 然後反過來講 如果成比例的話 會平行 會 但不一定 事實上有例外的 有例外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可以的 好看這邊 這邊告訴你說 它是中線 所以兩個比例幾比幾 1比1 所以這裡的 也是1比1 因為1比1的關係 所以請問你 這個EAF 會平行上面這兩條線嗎 會 這樣懂了沒 所以正要正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邊你們 目前沒有考證明底 所以你剛才不用用到它 好 但第二個的話 它能證明說 EF等於1 2分之1的A珠加B7 這個很重要 叫中線長 你要把它寫上去 中線長等於 上底 加下底 除以2 有沒有 這個A珠不是上底嗎 B7不是下底嗎 所以它是靠你的兩相加除以2 好那怎麼正呢 其實很簡單 就剛剛有講的 我說請問你 T型如果你不會算的話 你怎麼辦 怎麼畫線 要不要畫高對不對 要不要畫平行線 好我們這邊畫的是平行線 好畫平行線 畫完了 好請問你 我畫平行線 請問你 這一段會等這一段 會吧 對不對 好然後再來 這個三角形 這個你目前沒有學到沒關係 以後你會用到 不是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大三角形 兩個會相似 相似的意思是什麼 形狀一樣 但比例不一樣 那它比例幾比幾 這個比上全部是不是1比2 所以它比上它呢 也會是1比2 這樣懂嗎 好然後我們把它做記號 我們把它做記號 比如這也是EF 我再寫個GH好了 好所以我們知道說 原來EF會等於誰 EF會等於EG加GF 好然後再來 GF也不等於AB H5 有所以 把GF改成AF 然後再來EG呢 EG是剛好等於2分之1的這個 誰 BH對不對 好所以等於2分之1的BH 這個地方 加上那個A粒 那A粒我們等於CH 有吧 對不對 然後 就等於2分之1的BH 加這個CH OK 好那 我們看一下喔 呃 這邊 1 1 BH 有沒有等於2分之1的BH 加2分之1的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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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簡單講 就把CH 改成2分之1 2分之1就對了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 看這裡喔 BH加CB等於誰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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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相加就等於2分之1的BH 對不對 那CH 是誰 CH CH 有等於GF 有等於A粒 有等於2分之1的A粒 那得證呢 可以 2分之1的BH 加A粒 那不就是上底加下底除以二嗎 有沒有 A組不是上底 B組是下底 就是得正的 這個你不用擔心 考試不會考 對不起 我講的不會考 不是說不會考這個題目 是不會考正底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為什麼知道嗎 你不覺得上底加下底 感覺似曾相似 因為如果你把上底加底 乘以高除以二的話 就變成面積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梯形的面積可以轉換成什麼東西 梯形面積 就會變成 中線長 中線長 乘上 高 為什麼 因為上底加下底除以二就是中線長 那你猜猜剛剛不是有梯形面積的嗎 所以你說 如果告訴你說 你看這邊 如果告訴你說 EF是8 然後這個高是10 球體面積多少 答案就80 直接中線長乘以高就好 會嗎 好這個你把他寫上去 把他補充上去 所以說 好 谢谢大家